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物介绍 黑寡妇 第五回合BOSS 钢铁巨兽 第十回合BOSS 电磁巨兽 第十五回合BOSS 宏观奖励 永久近战武器 无畏之矛 近战武器 永久角色 斯沃克 无畏 战舰套装 燃料商店新品 无畏之矛 黄金自动导航机枪 新PVP模式 极限轰炸模式 地图分为三个区域 保卫者区 潜伏者区 以及中立区 双方都有A点和B点 在中立区有三个随机点 在开局时 随机在其中一个点上生成GPS 双方需要抢夺GPS 并且将GPS安装到对面家的A点或B点 GPS在第一次被捡起的时候 会进入90秒轰炸倒计时 新玩法 正伤系统 正常状态的玩家 只有要被爆头 近战武器击杀时 才可立即死亡 否则将进入重伤状态 重伤状态下的玩家只能缓慢地移动 物客攻击持续15秒 重伤状态下的玩家 如果被爆头 近战武器攻击 或未被救援 将会镇亡 几方玩家 可以在重伤时间内 到队友身边长安逸进行救援 被成功救援的队友 将恢复30HP 全新英雄级武器 AK-47黑武士 弹加容量35 105 会记录出挑战和生化模式之外 所有的杀敌数 杀敌数达到一万十 武器觉醒 获得全新的击杀图标和击杀信息 右舰可进行三次连续的特殊攻击 战技自定义保存 在挑战模式中 可使用特殊弹架 晴天 使用该武器时 再按三件 可以切换出不同的近战武器 右舰击杀敌人时 有更爽快的打击感 拥有比其他近战武器更快的移速 征服者 弹架容量23 23 PVP模式下 弹架容量37 111 PVE模式下 挑战模式强化 可以使用爆破弹 装弹数增加 换弹速度提高 精准度增加 更轻便 M14 EBR 炎龙 弹架容量38 76 Varit 炎龙 弹架容量10 20 沙漠之鹰 炎龙 弹架容量10 40 尼波尔 炎龙 C7 A2 弹架容量30 60 动力CPW 弹架容量30 60 大射手雷 无味之谋 巨蜡 弹架容量20 60 AK47 银色杀手 弹架容量35 105 L86 银色杀手 弹架容量35 210 M1216 银色杀手 弹架容量15 45 全新地图 新年客栈 团队竞技 此地图地形复杂 玩法多样 不同类型的枪支在此地图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 轰炸区 极限轰炸模式 对双方都公平的地图 变形复杂 配合上重烧系统 可以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玩法 CS点领包 J领包 JP点领包 K领包 全新当具 大圣头盔 大圣水扶 大圣背包 情人节名片 情人节喷涂 新优化 图王游戏模式优化 选拔命令者的时间由30秒变为20秒 现在在进行命令者选拔的过程中 禁止开枪时机段的最后两秒内可以移动了 现在 每位命令者选择命令的次数 由三次变为两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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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